从巨峰城传送回了洪湖城 叶茨站在传送石边上深深地歇了一口气 终于回到东部大陆了 这一趟的旅程虽然只有几天 但是在叶茨看来却是非常的漫长 现在她的事情太多了 她没有什么时间继续在这里耽搁 立刻就回到了工会 白墨最近上线比较少 整个工会基本都交给了吉时宇 且亏得她离里外外一把手 将整个工会打理得紧紧有条 叶茨的回来明显让吉时宇很兴奋 叶茨知道这段时间自己和白墨都不在 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吉时宇的身上 她也是颇为疲惫了 自从叶茨一进工会驻地开始 吉时宇就跟在叶茨的身边 开始一件件的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各项事情 现在工会的一团进度已经打过了四十五级所有的副本了 包括专家级的进度 现在正在帮二团和三团打四十五级所有副本的困难难度 二团的进度还算不错 不过三团还是有些困难 但是有一团那些家伙在也没有什么问题 工会现在拥有玩家两万三千个 不过进入精英团队的只有两千个 进入精英团的都签署了精英合同 还有一百二十三个是核心成员 墨水深走之前已经跟他们全部签署了核心协议 这些人如果要走的话 都要支付高昂的赔偿金 而且这些人 吉时宇已经全部委托月清秋进行过调查了 出身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他们对于工会认可性都很高 所以有几个虽然接到了其他工会挖墙脚的邀请 但是都断然拒绝了 工会现在还能支配的金币有三百七十三万 虽然应付平常开销还算可以 但是如果想要扩张的话 是明显不够的 而且工会仓库里的装备和各种材料 已经被取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 东部大陆各个材料点 都有很多大工会包场采集 他们只能弄到零散的材料 而且拍卖行现在的材料水账船高 工会如果继续购买 就有点入不复出 这个得快点想办法了 工会现在已经学习了45级以上技能的玩家 只有96个 技能输的暴率太低 这样大大制约了天天向上的发展 工会现在拥有的高级药剂师有一个 中级药剂师43个 高级裁缝两个 中级裁缝37个 高级炼金师一个 中级炼金师39个 高级铁匠三个 中级铁匠56个 高级烹饪师两个 中级烹饪师44个 高级工程师一个 中级工程师32个 高级宝石镶嵌师一个 中级宝石镶嵌师18个 高级附魔师两个 中级附魔师41个 等等等等 叶斯在工会里是个甩手掌柜 很少去管这些工会事宜 所以今天一听这些事情 他的太阳穴忍不住 鼓鼓的有些头疼 不过尽管如此 他还是发现自己平时 太闲散了 工会里现在很多事情 都是白沫和吉时宇在管理 他们并不是重生的玩家 而自己一个重生玩家 似乎并没有发挥什么 特别的作用 不得不检讨一下自己 工会里的工程师 有没有学习地精工程的 听着吉时宇那 噼里啪啦的 汇报了一堆事情 叶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开始整理这些事情 而这个切入点 正是自己现在 最迫切需要的事情 呃 有是有 不过数量很少 只有六个 还没有一个到达了中级 地精工程学的配方很难找的 找遍了市场上也没有发现 吉时宇如实的说 现在地精工程学还没有真正凸显出它的优势来 最多就是制造一个修理的机器人 用来下副本的时候 给大家节约跑路的时间用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叶斯沉思了一会儿 地精工程师确实不太好找 就算在上一世 也是到了几年之后 开了工程机械学之后 这些地精工程师才火热起来 而在那之前 地精工程师基本都主要专攻工程学 就算转职了地精工程学 也只是顺便升级一下 并没有多少人重视它 想到这里 也自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算算时间 这个人现在应该刚刚转职了地精工程师的专业 如果能得到这个人 那么天天向上真的要变成一个军火库了 他打定主意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一定要去找一下这个人 不过在这之前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他趴在桌子上 哗哗哗地写了不少的人名下来 然后交给了结石语 让你的团队开始给下面这些人发邀请函 能招到的一定要用最优厚的待遇 吉石语看着叶子给他的纸张上所写的名字 都是些完全不认识的人 有些不明白地看着叶子 呃 这些人是 都是生活玩家 叶子也不隐瞒吉石语 叶子选择的这些生活职业玩家都是极为特别的 他们并不是一开服就进入游戏的 而是大概在开服了半年之后陆续进入游戏的散人玩家 一开始 他们并没有将生活职业当作自己的本职 只是做着王 而到了后期 他们才接到了不少生活职业的纯曲级任务 才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活职业玩家大师的 之所以选择这些人 叶子自然也有自己的考虑 最开始进入游戏的玩家 基本上稍微有一点好苗头就被大工会承包了 到了现在 各大工会已经收集了不少的生活职业玩家 对于这种后期才进入游戏的生活玩家 并不会太在意 就算在意 他们现在太过于普通 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这些大工会的法眼 而练习生活职业一般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中小型工会根本养不起 而大工会进入的条件又过于苛刻 所以这些散人玩家现在应该都过得很辛苦 更何况 叶子写下的这些人在上一世 不但是在东部大陆鼎鼎有名 而且人品都还不错 所以才入得了叶子的眼睛 和别的工会的人不一样 大工会的会长选人是在玩家中挑选精品 而叶子经历了上一世 拥有他强大的经验 完全是在精品中挑选精品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扩大自己工会的强悍程度 不说别的 就从现在天天向上的副本团就看得出来 他们的主力衣团的进度 完全可以跟大唐、狼族、创世纪 这些老牌大工会相媲美 这放在一个才刚刚组建了半年的小型工会身上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好的 我马上让人去接触他们 吉诗宇并没有多问叶子什么 叶子做事 历来就好像没有什么条理 可是他知道 在这些看似没有条理的背后 无不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和机遇 所以 只要是叶子交代下来的事情 吉诗宇历来是不会得问的 这种信任 在他第一次和叶子组队之后 就建立起来了 直到现在 越来越深 从不曾改变 还有 我听墨水深说 我们工会有一个专门来搜集情报的团队 组建的怎么样了 这件事情 叶子并没有特别关注过 这是白墨搞的 白墨作为会长 不得不说 很多地方 比叶子考虑的更多 现在是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越能过早的掌握那些隐秘的信息的人 就越能在做事上占有先机 各大工会 其实都有自己的情报组织 天天向上也不是第一个发明的 只不过 天天向上的优质玩家 比其他工会的玩家的占有率高得多 所以 组建这样的情报组织 只要把握好人 比其他工会 只会强悍 不会弱小 要是没有情报组织的话 杨宇红尘和侠客岛的人 也不可能在他一进入南部大陆 就发现他的存在了 经过了南部大陆一行 他越发的觉得 这一块坚决不能落后 特别是未来盛世来临 如果没有自己的强有力的情报组织 光靠一个月清秋 根本就是自己给自己找死 嗯 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 大家都经过了磨合期 现在越来越好 关于这个情报组织 杰宇可是十分满意的 所以 在叶茨问起这个情报组织的时候 杰宇也忍不住面带微笑 叶茨就爆出了一个坐标 派人到这里去查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工会 打这座荒城的主意 叶茨给出的坐标 是一座位于九十级地图附近的荒城 在历史记载中 这里的城市曾经比冠军城更加的繁华 不过后来却在大战中凋落了 现在那里已经沦为了恶魔的家园 这座荒城 曾经叫做摩莱 在古代通用语中 是繁华的意思 不过现在 它的名字叫做 索多玛 意思是 罪恶 索多玛 是整个东部大陆 最靠近中部大陆的城市之一 当然 这是指 被攻占下来之后 没有攻占下来之前 那一片地图是所有玩家的禁区 六十多个九十级的地图 四十多个一百级的地图 以及三十多个百级以上的地图 紧紧的包围在索多玛城附近 这玩家想要踏入这里 简直成了妄想 这也是当初叶茨 为什么放弃了主城冠军城 作为绑定城市的主要原因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天天向上 有着雄霸天下的野心 在还没有能力给予对手 致命一击之前 所要做的是大光养晦 更何况 冠军城这样的主城 到处寸土寸金 他们天天向上摆手起家 也不愿意被财团注资 这样的工会 要在冠军城里活下去 简直太困难了 还不如另辟蹊径 索多玛城如果被攻下来 先不要说周围的高级地图 会成为玩家未来主要集中的区域 光说那里到中部大陆的传送时 每天就能给人带来强大的收入 而这些完全是不用向系统上税的 叶茨清楚地记得 上一世的索多玛城 是被狼族花了很大精力攻下来的 那个时候 整个游戏经过了盛世遗战 元气大损 狼族为了不仗大唐抢了仙击 可以说是亲近所有 攻下了索多玛 因为没有攻堂机械 狼族基本上是用平均九十级的玩家 将索多玛城堆出来的 那一战被进入了命运的历史 也将狼族推上了超级工会的行列 不过在那以后 狼族的发展迅猛劫了 不过半年的时间 就将原来和自己并驾齐驱的大唐 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成为了东部大陆当之无愧的霸仲 叶茨一开始 并没有打过索多玛城的主意 毕竟他只是一个人 就算有逆天的能力 他还是一个人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天天向上 而且有了秘银 有了地精工程机械学 他开始稍微敢想一想索多玛了 在上一世 索多玛城被狼族占领 是在游戏开放了三年以后 而这一世 如果他能加快制约盛世的脚步 说不定能在这个时间之前攻下索多玛城 光是这么想想 越子就有些忍不住心胸激荡 重生不仅仅是要补成错误 重生更重要的是前进 吉时宇看着叶子给他的坐标 用地图查询器一查 心脏几乎停跳 他苍白着脸看着叶子 公子 这可是九十级以上的地图 找会阴影五步的盗贼去 最好是阴影五步达到三级 阴影五步是盗贼的极为高级的潜行技巧 会的盗贼并不多 而且这个技能升级很难 不要说三级 达到两级的都很少 可是 这个技能潜行的时候 能增加百分之六十隐匿效果 是情报组织的盗贼必须配备的技能 有了这个技能 盗贼就可以去更多 其他玩家所不能到达的地图 阴影五步 吉时宇想了一会 情报组织还真有几个人会这个 不过到达三级的人只有一个 只是不知道他一个人能不能行 好吧 我找人试试 叶子看了吉时宇一眼 对于他的不确定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 这种事情 对于一直中规中矩的吉时宇来说 实在是太过于冒险了 冒险的程度可以说 超过了他的 心脏可以承受的范围了 黑梅世家用六百万金币 跟我订了三百根激动猫爪 能不能生产出来 这么多 即使宇一愣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猫爪多还是钱多 反正他挺吃惊的 这些钱 够买三千根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他们要跟我买十天的时间 叶子微微一笑 这些钱是够多的 也无怪乎 杨宇红尘那么心痛了 吉时宇跟着叶子喝白墨的时间久 自然也能猜到他的意思 他马上就了然了 哦 你是说 他们用六百万 买了我们给侠客岛吃交十天货的时间 是的 叶子把玩着手里的笔 微微一笑 随后下达了另外一个命令 这笔钱 先把工会里签了协议的人等级带起来 在资料片开启之前 全部到达六十级 这会不会太勉强 我们现在还开着副本呢 即使宇算了一下 这笔钱用来升级两千人的等级根本用不完 只不过这些人现在的等级都在五十级上下 想在二十天之内达到六十级会不会不太可能 我找到几个练级的好位置 一会告诉你 你组织人过去 副本暂时不打了 就算晚这二十天也算不了什么 只要能在新资料片开启之前 做好全面应对盛世的准备就好 叶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再来安排这个事情 确实是有点太急了 但是 只要主力精英团队能全部打到六十级 拉出去也是不得了的 特别是盛世进来之后 他们要想赶上这个等级 起码也得十个月的时间 任用这段时间 天天向上就可以抢占绝对的先机 还有材料 这个倒是让叶子为难了 上一世他也没有怎么练过生活技能 对于这些材料的密集生长地 他也不是记得太清楚 让请抱团去搜集一下 哪怕地图等级高一点 只要能有刷新块 密集的地方就立刻抱过来 然后再想办法 及时雨将叶子所说的事情 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叶子从来对于工会都是甩手掌柜 就连下副本也基本都不来 对于整个工会来说 他只是一个标志 但是要说起工会管理 可没有人会提及他 所以金生雨也从来没有问叶子的习惯 这次要不是白沫甩手太久 金生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也不会来找叶子的 本来他只想汇报一下最近的状况 可从来没有想过 叶子会对于工会的发展 想得如此面面俱大 今天听了叶子的这一番话 他才猛然知道 原来这个女人并不是管理不厉害 她只是一直不想管而已 如果她真的要管 那股雷厉风行的妾室 绝对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 公子 我觉得你好像不一样了 金生雨抓了抓头发 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可是就是不一样了 叶子苦笑了一下 哪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呀这都是被逼的 若不是在南部大陆 跟羊羽红尘的一次交易 他也绝对不会想到 要如此发展天天向上 他原来一直觉得 天天向上 只用自保就好了 可是 现在才知道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光是自保是绝对不够的 他一定要天天向上强大 强大到任何人 任何工会 都惧怕的程度 才可以 是 是 感谢观看